接下來的題目是 稍微算一下 速度346 大喊0.2秒 你有多遠 這種程度的考題 就是會考學測的程度的考題 大喊一聲幾秒聽到回音 距離有多遠 就是這種程度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346 走0.2 所以乘完之後 69.2公尺 但是這個是去又回來 所以是來回有兩趟 所以呢必須要除以2 所以答案呢是34.6公尺 所以我們要除以2 在上課的時候我提醒過你 同學是一開始的時候 忘記除以2 後來變成 任何題目都給他除以2 不是這樣 你要看清楚 他到底題目怎麼出的 那個路是誰走的 時間是誰用掉的 我們這邊要除以2 是他走的兩趟 所以有的題目他只有走單趟 不用除以2 所以 看清楚題目怎麼問的 在算什麼東西 那麼 這個是一般的最簡單的 也是我們 會考學測的程度的 問題就是 阿醫生幾秒聽到回音距離有多遠 因為是來回 所以我們必須要除以2 同理 多少 除了 除了 數字不太一樣之外 其他的想法都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太一樣之外 想法都完全一樣 請問你 他的深度有多少公尺 這個人也不在 林仲晏 不知道 剛剛跟你講 每秒1500公尺4秒鐘 所以1500公尺4秒鐘走了6000 可是6000是來回 去又回來 所以兩趟 所以必須要除以2 所以6000除以2 答案就3000 答案就3000 所以答案3000公尺 謝謝 這一題呢 是 倒回來 知道距離 知道距離 問你要幾秒聽到回音 然後 還不告訴你 還不告訴你 聲音的速度有多快 只告訴你15度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到前面那個請你背的公式 你要算出來聲音的速度有多快 然後其他的跟剛才的想法 差不多 剛才的想法差不多 OK 那 請問你 他會幾秒鐘 聽到回音 然後呢 離他34公尺 阿醫生 請問你 幾秒鐘會聽到回音 幾秒鐘會聽到回音 是 謝謝阿醫 你也不知道 很好 我們班什麼都不知道 第一个你需要知道声音的速度 要利用刚才的波速的公式 V等于331加0.6T去算出来 每秒340公尺 340公尺要去走一段距离走34公尺 那根据我们的速度的公式 你就知道 时间呢就是要距离除以速度 就是时间 然后呢就算出来0.1秒 单趟走过去要0.1秒 来回要两趟 所以去又跟回来 所以呢答案是0.2秒 所以我就要0.2秒听到回音 这就是简单的基本计算 这里的题目都没有像我们当初帮你讲解的时候 出现一些很复杂的 什么面三臂八音声啊什么回来的 因为这个程度就是我们会好 会好学测的程度 阿一声2秒听到回音距离有多远 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提醒运用 希望同学能够熟悉能够会知道该如何计算 OK吗 OK OK